这个地方有个青龙山镇 青龙山这个地名在中国叫的特多 中国看到那山只要是比较蜿蜒的 一到夏天带色的都叫青龙山 当时呢这地方正在修水库 为什么内蒙古自治区总修水库呢 是因为内蒙古缺水啊 对水这事还挺重视的 得续水 开挖时啊 人们哇哇哇哇 光灯一下 就撞到了一块青砖上 你想啊 这地底下盖房子一定是一个好事 那谁愿意住地底下 死去的人呢 他这么一好事啊 有人就跑过来就问这什么砖呢 这什么砖呢 有人告诉他 这不是你们家用的那砖 这砖叫木砖 这时候发现的人就跑去报信了啊 跑哪报告呢 跑到了当时的奈曼奇博物馆 进门就特激动地拉着 传道士老大爷就说 我们那撞见一幕屎啊 您得去看看 老大爷一听就说 哎 你跟我说 没用 我只管看门 您得跟我们馆长说去 这跑过去跟馆长说完呢 馆长说 走 咱先去瞧瞧 瞧完以后呢 这馆长也拿不定主意 就由上报到内蒙古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呢 他都是专业人士啊 他们去了很多次 经过实地勘察 说这墓葬啊 等级很高 咱呢 一定得慎重 这事呢 折腾来折腾去 就到了秋天 到了秋天呢 就不挖了 为什么秋天就不挖了 这有一知识啊 内蒙古地区啊 甭管是国家发掘这墓葬 还是坏人盗墓 一定都得夏天 夏天有诸多好处啊 好处不能跟你们说的太清楚啊 跟你们说的太清楚 就有人跑去了 所以得等到第二年开春 才开始开挖大墓 墓葬一般都有几个部分呢 第一啊 他首先要有一墓盗 你现在是得挖进去 过去的人都得走进去 然后一般会按照墓葬的布局呢 是有前史后史儿史的各种史 那就看你的墓葬是啥规格 这个墓葬啊 就是由墓道天井 前世东尔世 西尔世 以及主世六个部分组成 天井是在建造墓葬过程中啊 往下挖土 形成的树井 当时是为了提土方面 多出现于大型墓葬的墓道和涌道的位置 是连通地下和地上的窗口 这墓道全长有16米多 这跟汉代的诸侯大墓实在是没法比 比如徐州 狮子山汉墓 这墓道全长117米 您连人家的一个零头都够不上 游墓民族的丧葬 无论多么重视 都跟汉族对丧葬的重视程度不一样 但从这个墓葬你可以看出 辽国虽然是游墓民族 但他有意向汉文化学习和靠拢 这个墓葬的前世是呈长方形的 东西尔世和主世平面是呈圆形的 墓室的设计呢 跟生前没啥区别 还安装有门槛啊 门框啊 门扇啊 门楣啊 这些设施都有 主室的内壁 还有墓的户围墙 墓头的户围墙 这个很重要 这是辽代王室贵族墓的一个重要特点 咱汉族墓没有 他为什么有墓户围墙呢 是因为辽代的房子 直接就拿木头盖 所以你今天去东北 还会让你住那个小木屋 就是这原因 特亲切 墓葬的主室呢 它有砖器形成的长方狮床 什么叫狮床呢 这名字啊 听起来不太好听 狮字简化后 其实很难看 过去的写法啊 是尸体的狮下面有个死字 凡是跟狮字相关的字 都跟身体有关 比如屎雕屁 你身上这点东西 都跟这尸有关 这尸床就是人死了以后 尸体躺在床上 那为什么躺在床上呢 你想啊 这死了本来就是挺难过一事 你再让人躺在地上 那不就更难过了吗 所以得弄一尸床 这墓葬的尸床上呢 是两具尸骸并排 躺在上头 这事有点奇怪 因为这很难呢 你想想他俩得一块死啊 其实还真差不多 这俩人同年离世 相差不到几个月 哪年离世的呢 公元1018年 整整一千年前 你说这事儿瞧不瞧 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什么呢 他穿的比你生活中 穿的还要多呢 他穿的是什么呢 银丝网衣 头戴金冠 脸覆金面具 脚穿溜金银靴 还记着腰带 周围的壁画上 全是生前的日常常景 墓葬品有多少件呢 最后清点出来 有三千多件 三千多件什么概念 你今天去博物馆看 三千多件 看一天你都未必看得完 他大多都是用金银玉石 以及玛瑙 琥珀珍珠等名贵材料 制作的用品 瓷器并不多 只占百分之一 只有三十件 那说了这么多 两位墓主人到底是谁 这是所有墓葬考古 最重要的个问题 要证明这里是谁 那最好的证据就是墓志明 墓志明基本上是从汉代 慢慢形成的 之前多用图章证明 魏晋以后逐渐形成 到隋唐成熟 隋唐墓葬 如未道绝开关 就看见墓志明 那么这个墓中就出土了 故陈国公主墓志明 通过这方墓志 知道了这是一座公主 与驸马合葬的专史墓 这很有意思 我们社会中的墓葬 基本上都是以男人为主 女人为辅的 但这墓葬不是以男的为主 是以女子为主 那这位是谁呢 很奇怪 他没写名字 没名 历史上只知道他姓耶律 他只有封号 最初的封号是什么呢 叫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历史上多了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唐代的太平公主 周迅还演过吧 有的史学家考证出来 这人叫李令月 不叫周迅 那这位辽代的太平公主呢 后来又被封为越国公主 之后又被追封为陈国公主 如果你非得记住他叫什么 你可以叫他耶律太平 这位公主 十六岁的时候 嫁给了年长自己十多岁的驸马都尉 叫萧少俊 承伯公主与驸马 其实是侄女与表书白的关系 你现在一听就是乱伦 这在了解 很普遍 物质中关于驸马的介绍并不多 但查阅辽史可知 萧少俊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岁数不大 官职也不大 驸马都尉 但他们呢 都跟萧太后有关系 萧少俊 萧太后的侄子 那陈国公主呢 是萧太后的孙女 差一代人 辽代皇族规矩很严格 婚姻只能在耶律世和萧氏两族之间进行 所以我们有一词叫皇亲国戚 就在这圈子里也出不去 为了保证血统纯正 但人的质量就可能不断的下滑 萧太后大家都知道 跟杨家将的故事都比较清楚 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 辽景宗时因支持北汉歌剧 与北宋常年交战 杨家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公元986年 宋太宗企图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战役叫雍西北伐 杨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阵亡的 他有个儿子 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六良 大名杨延昭 而熟能详的故事 比如四郎探母啊 穆桂英挂帅啊 这些小说戏曲都是演绎 跟史词无关 辽景宗982年去世后 他的儿子辽圣宗耶律龙系十二岁即位 其母长生 他的母亲就是萧太后 过去你看战争中都有骁勇善战的战将 但这些人都不大好管理 不利于他们孤儿寡母的统治 萧太后想到 只有跟宋朝和平相处才能长治九安 那怎样才能和平呢 只能先打 之后就到了一个著名的年份 景德元年 也就是1004年 我们今天熟知的景德镇就是因皇帝赐名而建镇 中国古代以年号作为地名的还有浙江的绍兴上海的嘉定 当年我去景德镇的时候是2002年 我说还有两年景德镇就建镇千年 你们应该做个三年规划 宣传语就是四个字叫景德千年 景德元年 前1004年的秋天 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辽国大军南下 连下树城后 冰封直达蝉州 就是今天的河南蒲昂 那镇是大呀 离开封不远了 还有三百里地 稿基文书像雪片一样的飞入宋庭 宋真宗赵恒是个老实人 心急如焚 说怎么也得找个明白人告诉我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要不然咱就溜 参知正是 王清若建议迁都金岭 就是南京 疏密副使 陈尧嫂 则主张逃避去成都 在这危机时刻 性情刚直的扣准就出来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 王清若陈尧嫂这俩人都该杀 南京咱也不去 成都咱也不去 咱就跟他们玩回命试试 他跟皇帝说 咱得置于死 死地而后生 所以扣准再三劝谏宋真宗一定要欲驾亲征 说您一定要亲自出马 您不亲自去咱这气势不够 宋真宗也真够老实的啊 就在扣准的极力劝见下心惊胆战的到达了 禅州 去了之后还得备好往回跑的嘛 不行咱就往回跑啊 去了之后呢 宋军看皇上都上来了 大受鼓舞 反败为胜 这时候肖太后马上派使者谈判 宋真宗本来就举战 也派出和谈代表曹利用 临行前允许他可以付给对方银捐一百万两 扣准却叫了曹利用 下死命令告诉他 我告诉你只能给三十万 否则提头来见 绝非细言 曹利用作为特使利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完成了任务 宋辽化白沟河为戒 每年给辽岁碧银十万两 捐二十万匹 并开市通商 以此条件签订了停战协议 这就是著名的禅渊之梦 你知道为什么白沟能成为改革开放以后 北方最大的民间交易市场了吧 历史上他就有文化渊源 宋真宗闻讯起初往外 新华怒放 宋辽之间从此延续和平一百多年 直到辽王 不打仗了 人民安居乐业 当然就要开始贸易 宋辽在今天河北开辟了霸州 雄州 安肃军 广信军 四个雀场 我们现在都不说雀场 都说商场 我们有个词叫商雀 过去去商场买东西 讨价还价是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叫商量 买卖是商量来的 我们现在去商场 没有机会讨价还价 没啥劲了 在雀场里呢 宋这边就用陶瓷 茶叶 布博 古米等商品 换取辽国的金银 马匹 牲畜 药材等等 宋平通过贸易 每年可以获利一百多万两 一点也没吃亏 这里边的雄州 就是今天河北宝定地区的雄县 与安心县合成为雄安地区 我们一开始说了 陈国公主墓里头 三千件藏品中只有百分之一的瓷器 你别看它少 少是有道理的 辽是游牧民族 比较喜欢耐衰的 比如皮质的金属剂的器皿 但之后慢慢有了定居思想 也有了雀厂了嘛 就可以买卖了嘛 所以也就慢慢喜欢这类雌的器皿 你别看这个墓葬里雌气少 但它的类型还是很丰富的 有辽白雌 有河北的定谣白雌 月谣青雌 绿油雌气 当时的月谣盘子非常漂亮 北宋初年的月谣 隐约还带有唐风呢 这三千多件文物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金面具 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都扣脸上了 它肯定是个重要的东西嘛 我们都知道人死了以后 都希望自己死后如生 就像睡熟了一样的瓶颈 但由于疾病或者外力的影响 始终保持瓶颈的美观很难的 所以做一面具 盖住它 面具可不是中国独有的 全世界丧葬文化中 面具很重要 比如埃及 但很多材料不同 此外 契丹有种独特的丧葬习俗 叫树葬 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土葬 火葬 水葬 天葬 玄关葬 契丹的独特习惯叫树葬 这有点木乃伊的意思 树葬是人死了以后马上埋葬 而是把尸体放在树上 任其自然风化 当尸体风干了以后 再把尸骨埋葬 这冬天秋天还好 夏天容易烂 为了防止面部腐烂 为了美观 就做个面具 盖住它 在辽代贵族墓当中 发现金属面具 银丝网络等 主要的功能 就是为了把尸体笼络住 让尸体保持完整 而不会因为停尸时间过长 导致尸身散乱 有损主人的生前形象 那么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这两具 黄金面具和银丝网络 不仅是最完整的 也是等级最高的 契丹建国之后 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丧葬习俗也逐渐融合了 中原的元素 除了单纯的树葬之外 还产生了牧室 尸床等丧葬方式 此时据辽建国已经超过一百年 许多文化都在逐渐向汉文化靠拢 正因为如此 我们今天才得以 一堵契丹公主的奢华陪葬 这件金面具收藏在哪呢 金藏内蒙古自治区的 克尔沁博物馆 那么这件金面具有多大呢 跟真人脸大小差不多 有一点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他上头是睁着眼的 半也有闭着眼的 金面具后有0.05厘米 就是半毫米后 是根据公主的脸型 用薄金片垂击成型 它是半浮雕状 脸型圆润 双眼圆睁 鼻梁狭长 鼻翼略宽 敏唇呈现 安详平静 端庄姿态 面具周圈 有33个小孔 作为连缀网络之用 公主死时候不大 年仅18岁 这件面具 尽可能的表现 她的年轻 眉眼局部 垂赞制作精细 将她那面旁 风圆上额舒展的特点 表露无遗 过去辽木珠 曾经发现过 银面具 铜面具 溜金铜面具 都不如这件纯金面具 珍贵 有种金属工艺 今天叫锤叶 过去老古兰行 都叫它锤叠 这锤叠是没有 梦子的 手艺人 看见你长什么样 直接照着 就锤出来了 你们就想 当时这样一位工匠 没名 看着 陈国公主 年轻的面容 不断地锤打 锤打出 有如此精致的金面具